大家好,我是一心啊 就是昨天我发了那个关于断供潮的那个视频 然后有这个网友给我评论 说房产公司这个他们犯的错误 他们就是停工了 然后房子成烂尾了 为什么让买房的人去承担这个后果 可能有很多人也觉得不服气 但是事实无常造物弄人 这个今天出现这样的情况 我想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预见到的 你像这个我昨天也提到了 就是有一个网友在抖音发的视频 在荆轲当时他买的房子是9000多 然后现在然后就是卖4000多 然后你像这种情况下 为什么说他到最后会成为一个被迫失心 因为他已经把七大姑八大姨能够搓的钱 全部都搓到首付里了 好不容易买了这个房子 然后现在这个房子就停工了 面临烂尾 那他下接下来他这个房贷他会还的吗 他会情愿还吗 他一定会非常不情愿还的 那你想想这个房子这个价值有可能跌破了 他要就是还贷款的那个数额 他还贷款有可能六七十万七八十万 但这个房子现在这个价格 按现在这个4000卖的话 有可能才就是40多万 所以说肯定会有大部分人就是在买七房来 然后面临这个房烂尾的这种情况下 会不愿意还这个就是说房贷 所以说就是相当于是这个房市的动荡 然后到最后谁买了单 实际上就是还是普通老百姓买了单 为什么说又不得不还呢 因为我们签的这个房 这个房屋借这个这个购房贷款 是我们和银行签的一个 就是说这个借款合同 这个银行是不会因为你这个房子成为烂尾 然后就就是跟你就是跟你免了这笔贷款 或者说这个这笔贷款合同作废 它是不可能的 就是你就是住不到房子 你这个钱也是要交的 也是要交的 否则你就得失信 就是进入老赖名单 而且这个因为是银行的这种贷款 它不会存在任何的说 说不上征信这种说法 昨天的时候就是有有网友问我 说网贷会不会上征信 我这个事情我想跟大家就是说一下 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这个征信系统 是越来越规范越来越严格了 所以说呢你不管是从什么机构借的钱 基本上都是上征信的 基本上都是上征信的 除了那种民间借贷 确实非常不合规 你像我们之前做信贷的时候 有做那种黑户贷款 确实都是做的那种就利息非常高的 可能就甚至到一毛的 那种是上不了台面的 基本上都是一些放高利贷的 然后借助这种就是线下的这种 见不得光的这种APP这种平台去借款 所谓的黑户贷款就是征信已经黑了的人 就从别的地方正借不到钱的人 然后才去借这种钱 然后到最后如果你还不上 无非就是你的朋友圈 就是你的这个那个通讯录被爆 威威威威就是那恐吓你 然后那个就是吓唬你 然后怎样怎样的哈 当然也有上门去催收的 但是现在我们这个也有很多的规定 规定就是怎么说呢 就是这种上门催收一切的这种 就是说以恐吓威胁 然后甚至拘禁这种行为去 就催收的全部都是属于违法的 你到时候可以就是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 可以报案 我今天等来我在和我女儿在沟通这个问题 我说我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告诉我 就是说长大以后一定不要就是说碰这个黄赌毒 实际上我们现在因为这个时代 我们现在就是包括P2P 还有一些不合规的一些贷款 基本上也都是一种毒品 就是你好像感觉他就是说不违法 但是呢 实际上我们一旦用了以后 对我们自己来说 他的危害不压于毒品 就是所以说我们还是辨识能力不够 你看还有就是再说到这个 就是上征信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就是说生活在一个大数据时代 我们每一个人的所有的信息 你说你干了什么事情 然后因为可能就是说这个什么什么系统 或者说他不是很规范 他不会过记录赞案 不会的 你就想着就行 抬头三尺有神灵 这现在是不是说神灵在看着我们 是所有的数据信息都和我们息息相关 都有都都可以有证可查 就是前两天我看了一个脱口秀的一个演员 然后因为他就是说和某信 我就不说了 就是有这样一个事件 就是把他这个就是三年的流水卖给了效果文化 当时他就调侃这个银行 说你怎么不把我的余额直接提出来呢 提现呢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 就是在利益的趋势下 很多机构 包括就是一些 就是一些银行机构 他们也是不合规的 包括现在信用卡超发 这个都是一些不合规的一些行为 但是确实是存在了 那你像就是我就说一个这个案例 就是说这个信用卡超发的这个案例 就是之前我看过一个新闻 就是哈尔滨还是哪的 就是一家三口因为信用卡 就是预期被催收 然后好像是自杀了 我望是光那个姑娘自杀 还是一家三口全部都跳楼自杀了 然后当时的时候呢 就是说银监会 给这几个催收的银行 银行全部都罚款了 原因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们存在不合规超发嘛 就是其实给每一个人 受信这个信用卡额度 是要按照你自己的收入能力 去乘以多少倍 才是一个杠杆 然后就是才给你这么一个限额的一个额度的 但是各个各大银行为了就是说 去抢夺这个客户资源 然后呢就是他们在这个资料审核上都没有那么的严格 然后他就是就是你给他批一万 他给他批三万 然后这样他觉得他之前的还款还不错 其实给他总额度总收信额度是够十万 就已经到他的上限了 但是还会再给他批这种就是属于超发嘛 所以说这个就到最后就会导致这个人根本没有还款能力 就预期了 就预期就是实信了 而有很多人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叫自知之明和这种就是 就是这种风险意识嘛 他也为了能够说 一二再再二三的就是说去申请信用卡 他自己根本就没有考虑到 我有没有能力还 只要而是就是一门心思的希望 银行只要给我批就行 想方设法的人银行给我批 其实我们在这种 包括我在做信贷的这几年 我这种事情见得太多了 当然在征信系统就是不合规之前 会有一些借款 确实不上征信啊 就是你像刚开始在 应该是一二年一三年 就最早那种p2p的平台出来的时候 你像银股啊恒昌啊 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一些 就是说贷款产品出来 利息可能有两分两三分啊 甚至有三分多的 只要是这个企业就是有经营流水 然后呢就是说那个打那个银行流水 就是那个有营业执照 一些相关的资料提供上去以后就可以给批款 然后那个时候因为征信系统还不是特别完善吧 就是不上征信 所以有很多的人 他们就是胆比较大的一些 可能就钻了这个漏洞了 然后就借了些钱就不还 在我是15年做信贷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就遇到了很多的人 就是说他们不还 就是就可能就是这个机构会有一部分人 就还去持续的催收 但是很多人都已经成烂账就不还了 这就是造成为什么P2P刚开始或者到现在也是非常不规范 然后我前两天还有个朋友聊天说起来 他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100多万去投到银股 到最后刚开始收益很高嘛 后来慢慢的就就就就就就收不回来了 很多人亏钱也都是亏在这两年 就是望这个P2P平台理财平台去存钱 或者说去民间借贷去往外借高利贷 很多的钱都是这样亏空的 怎么说呢 就是这两年真的叫有句话叫 事实无常造物浓人 今天早上我也在想 我有一个朋友也是他之前 他是79年的 他自己就说像他这个年龄40多岁 他已经有六七套房子 然后他觉得自己做的非常好 很成功 但是就是因为他做的那个生意 然后就是人家那个企业不给他结款 给他顶了一些瓷砖 他没有办法 他只能是重新打造一个团队 去卖他那瓷砖 然后呢 我知道今年的情况下 他从一个机股融到了 可能几百万吧 全部以他的房产做的抵押 但是现在这个 今年下半年 这个房产动荡这么厉害 我现在就开始担忧 但是这个事件 我没关在焦虑这个问题 他的瓷砖生意 应该照现在这个局势的话 发展不会很好 那他之前的几套房产 很有可能因为这个决策 就有可能就会一夜又回到解放前了 所以呢 我们大家我想哈 就是当这个 就是说经济危机真的来的时候 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独善其身 我们也不要去笑话谁 或看谁的笑话 然后呢 我们就放平心态 还是那样的 是很多事情来的时候 我们就坦然面对就行了 很多人可能说 马上预期了 这个这个 或者说失信了 或者劳赖了 怎么可能淡定呢 但谁淡定的了呢 但是不淡定又怎么样呢 对不对 我们只能去勇敢的面对和接受 还是那句话我特别喜欢 一切都将过去 只要不死去 所以大家还是坦然接受吧 我是一心 如果大家喜欢我 记得关注我 拜拜 拜拜